很久沒有現在高雄了 然後這次特別來這個活動 然後很開心 然後其實自己本身 我是高雄人 所以現在這個 有一個高雄的物產館 然後很開心 然後其實以前 就是大家都問我說 就是因為人家同學啊 或什麼來高雄 都問我說那要帶什麼 然後現在我就可以直接跟他們講說 你去高雄物產館過 你就知道了 真的 所以就是很感謝大家 然後 對好我講完了 換你 今天現在高雄 剛剛有收到很棒的禮物 我們都有收到對不對 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收到很棒的禮物 也是高雄的名產 是那個蜜蜂 什麼 蜂蜜 你收到什麼東西啊 怎麼跟我收到的不太一樣 那個天然的東西 天然的東西 我們剛剛收到的是牛渣糖吧 那是牛渣糖 對 欸 舉腳在哪裡 欸 舉腳拍誰啊 牛渣糖 牛渣糖 對 牛奶是天然的 沒有錯 對 欸 很開心 欸 講完了 對 講完了 對 講完了 對 反正我覺得 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 不同的名產 那我覺得高雄的名產的話 就是要保持自己的 就是自己的 style 自己的風格 那希望大家能夠 多多的支持牛渣糖 我等一下也會回去好好吃一下 對 謝謝 謝謝牛渣糖 欸 對 就是 各位 我們還有一位團員在這邊 對對對 不要忘記 謝謝你們的牛渣糖 聽說70歲也能咬得動 對 我回家給我阿嬤吃一下 聽說咬得動 好 接下來這首歌 比較快節奏一點 然後希望在這個比較冷的夜晚 然後大家可以跟我們一起跳起來 大家放手機線好不好